今天是5月21日,本县零确诊 那今天上午在全国防疫会议上 对于大家很关心的开车要不要佩戴口罩的问题 也做出一致性的一个决定 一个人开车可以允许不戴 两个人以上同车的时候就要佩戴口罩 否则开罚 那在工地施工人员饮食及喝水的方面 如果可以维持社交距离1.5公尺 就可以允许你不戴口罩来吃饭喝水 请各位乡亲来配合 那对于机查有没有戴口罩的事情 昨天我们机查了总共劝导241件 送卫生局财阀有61件 那今天上午我们县府跟竹北市公所 竹东镇公所以及福口乡公所 在这个传统市场组成联合机查小组 我们前去进行查核 结果今天只有极少部分的人戴口罩的方式不太正确 比以纠正 那其他所有的乡亲朋友跟摊贩都能配合 我们非常谢谢乡亲朋友的配合 那在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对于所有的停业的场所进行联合的机查 我们总共机查了竹北市 及竹东镇的两家网咖店 四家视听歌歌唱业 六家夫妇店 九家按摩业 一家舞厂和七家夹娃娃机店 全数29家业者都配合暂停营业 也感谢相关的业者的配合 那本县从今天开始 在竹北大安医院 福口仁慈医院 及台北龙总新竹分院等三处 设置自费的快筛站 让有阵杖和有接触活动时等 一例的民众来筛检 到今天中午为止 总共有26位乡亲 预约前往筛检 结果全部为阴性 我要再次提出呼吁 将医疗资源留给需要的人 没有症状或接触活动时的 乡亲朋友 就请不要前往快筛 最后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全国的疫情仍然严峻 希望大家尽量避免外出 并遵从各项防疫的规定 大家站在同一阵线 保持战力对抗病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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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